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的DataPick的结构 已经变得很像一个组件了 但是呢 它还有一些基本的问题 首先是 当我们的页面打开的时候 它就自动弹出来了 这个显然是不符合预期的 应该是在用户点击的时候 它才弹出来 第二个呢 是这个DataPick的主体结构 我们的Wrapper Head Body部分呢 是会占据文档流的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如果我们的页面 有其他元素的话 它们的定位会被DataPick改变 因此我们需要将它 做成绝对定位 那么我们首先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如何在点击的时候 才显示这个元素 一般来说 显示和隐藏元素 有好多方法可以实现 那么比较科学的方法 是通过一个class 来去显示和隐藏 那么默认情况下 它应该是隐藏的 所以我们这里 加一个Display None 然后加一个 -shoe 这样的一个class 然后Display Block 那么默认情况下 它是隐藏的 只有当我们添加 这样一个class之后 它才会显示 我们需要如何去控制 它的显影呢 在main中 我们就需要 给这个input 绑定事件了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的init的参数 这个input 传进来的是一个class 那么我们把这个符号去掉 class 那么通过这个class 我们需要获取到input的元素 定一个变量 我们使用currySelect 这个API 来获取input的元素 那么这个input 就是我们的输入框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定一个变量 用于标识 当前是否是开启的 一开始我们是不开启 Data Pick的 然后为这个input 添加事件 当它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去响应 那么当它被点击的时候 我们首先判断 它是否是开启的 如果它是开启的 我们需要将它的class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 用于标识它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 DisplayBlock的class 移除掉 我们这里使用一个 比较新的API 叫做classList 那么这个class 就是我们刚刚定义的 同时将isOpen 制为false 那么如果它并没有开启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将它 开启 也就是添加一个class 同样的 还是我们刚刚的class 然后将isOpen 制为true 那么我们来预览一下效果 可以看到 一开始这个DatePeak是没有出现的 当我们点击的时候 它出现了 当我们再次点击的时候 它消失了 那观察一下 我们的结构 点击的时候 添加了一个class 再次点击的时候 这个class消失了 这样就达到了我们 点击的时候 才出现的效果 那么第二个问题是 它的定位如何解决 刚刚已经说过 我们需要将它改成绝对定位 那么首先 我们将样式 改成绝对定位 改成绝对定位之后 就面临一个问题 它应该出现在哪里 那么按照我们的使用方式 它是应该出现在输入框的下方 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根据这个输入框的位置 来决定我们DatePeak的位置 这里呢 我们同样的在这个事件响应中去做 如果它没有开启的 我们在开启的时候 去给它计算一下样式 首先我们需要拿到input的位置 那么我们这里附给一个left 等于input.offsetleft 这样得到input框的 距离左边的位置 那么top等于input.offsettop 这样我们就拿到了input框的位置 然后我们的DatePeak 应该出现在input框的下方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还需要计算 这个input框的高度是多少 最后我们将我们的样式写给map 那么它的top应该是多少呢 是我们刚刚计算出来的 这个input框的top 加上它的高度 那么我们这里可以再适当的加一点点 比如说加两个像素 最后要加上px单位 那么同样的 我们对它的left做一个运算 直接就和它左边对齐就好了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样式是top46 left8px 那么这个46和8是根据我们input的位置计算出来了 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刚刚说的两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点开datepeak之前做一个运算呢 而不是在我们初始化的时候就直接算好给它飞样式呢 这是因为页面的结构会随时可能变动 比如说用户的业务发生了一些状态的变更 导致业务的元素增加或者减少了 而你在初始化的时候就计算好的input的位置 有可能在你弹出datepeak的时候已经发生了改变 所以一般我们需要在弹出之前计算一下位置 这样会比较准确一些 这样的话我们就解决了刚刚说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点击之后才出现 一个是它的位置现在是动态运算的 是正确的位置 同步 有沈函的偶尽 你有沈击的时置 有沈击的世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